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狐狐骑士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375G的节目 今天来给大家做的这款是Kingdom系列Deluxe Class的红色警戒 那不知道各位没有发现呢 它的价格呢比一般的Deluxe等级呢 目前的网络上的价格呢都要来的高一点点 它似乎吧不是普通的那种美版通路 可能有专箱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特殊管道限定的 那之前的话呢有两个玩具呢 像这个35周年的银批力 还有这款是Earthrise地球崛起的银批力 为什么把这两个叫我拿出来说呢 你可以到网络上去Google一下 这两个家伙现在的价格可以说是天价了啊 两款的价格呢可能台币都是2000块钱以上 你才能够买得到 当时的话呢他们一出来的时候呢 这个价格呢就一直维持在Deluxe等级的原价799左右 然后一路往上标 目前至这个Wolf of Cyprus的三部曲以来 Deluxe等级呢目前价格标到最高的应该是网飞系列的那个Bumble比 它可能是里头价格是最高的 那最近有稍微下来一点点 那再来就是这两款银批力啊 都是台币2000块钱 甚至超过才能够买得到 我当时是碰运器是买到的 这款是用围城的模具 如果你看到盒子写个35周年的那一款 就是以围城的模具 我当时收拾一个二手的 没有盒子现在有点后悔啊 那后来这款Earth Slice的话呢 它是地球崛起的时候 我买了一个全新的啊 那没想到之后 没想到这两款的价格就是变成天价了 那么这一款红色警戒的话呢 我感觉也有也有那一种倾向啊 目前你很难找到台币725块钱以下 不容易了啊 那我们来对比一下啊 先前的话呢 给大家做过这款用围城的这个模具啊 两者的一个基本结构是完全一样的 都同一个模具 sizewap的模具来的 那这一次的这个版本的话呢 两个特点 第一多了一把枪 这个枪的话呢 是可以当肩炮使用 那摆在这里真的非常难看 我们就一起把它拿掉好了 另外附带的这个小枪 两者的小枪 基本上的话呢 我看了一下应该是完全一样的模具啊 并没有做任何改善 那可能的话呢 你会发现好像有一个红色警戒 好像有这个肩炮是不是 那个应该是网飞的那个配色才有啊 所以说这一次的这个版本的话呢 这个Kindom的话呢 比这个围城的话多了一个肩炮 以及的话呢 它身上的白色是不同的 这个是白色的一个塑胶的一个原本的一个颜色 而且非常的纯白 中间这里的话 有一点点小小的色差 比较不一样 而这一款围城的话呢 这个后面是米白色 已经稍微有一点点 各位应该画面应该看得出来 已经有一点点变色了啊 那其他的话呢 就是车子的一个尾巴 尾巴的造型不一样 也就是人形的角是不同的 各位看得出来造型是不一样的 车尾的话呢 也就相对的有所不同了 那车头灯的话呢 也是有不一样的 这个Kindom的话呢 是来到地球之后的一个形象啊 那它的这个车头灯是水蓝色的 而这个围城的话呢 只是没有做任何的配色 上方主要是挡风玻璃的部分 其实上面这一大块啊 这里也是一样 都是透明部件 但是呢 这一次的Kindom的话呢 是有白色的一个涂装 把它的一个相对应的 透明车窗的部分呢 给减少了 那这个是会比较接近于 地球上面的一个警车 不过应该也是没有 这么胖的警车了啊 虽然它是一个 蓝宝尖尼的一个车型 但是这个尾巴 还是显得是比较胖了一点 并没有那么像 地球上面的一个警车 那这个则是强调一个 赛博坦星球上面的一个形象 其实这一款的话 在SizeSquip的这个模具里头 这款应该是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最弱的一款啊 如果现在又跟这个 出来之后的话呢 这个名次并没有得到提升 那轮框的话呢 造型一样 只是配色不同而已 那我们呢 就非常简单的来示范一下 这一款红色警戒的一个变形过程啊 首先呢 把两侧这个部件给打开 然后呢 副部队小腿的这个部分 也给打开 再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先把它给翻转 180度了啊 这个时候呢 脚步的话呢 就可以很顺利的 从这给扣出来 再来的话呢 把两腿进行一个打开 这里的话是上下 咬合挫开就可以了 再来这个部件的话 你把它往内这样推一点点 会协助我们把这个脚板给翻出来啊 然后这个时候会比较轻松 来做一个翻折 不然你这样子抠的话 其实不好抠 所以你可以从这个地方 让它折进去啊 它就会帮我们 把这个脚底板给抠出来了 再把这个小腿给合上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再来进行上半身的变形 手部的话呢 非常简单 直接从内部翻折出来就可以了 这个部分的话 要完全翻到轮胎的外侧啊 翻到轮胎的外侧来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车底这个打开 车头这个地方折下来 这两侧打开的话呢 是为了方便 让我们把这个胸口呢 给放下来 这个地方呢 有个地方漏了啊 这里先把两个腰身给收进去 扣上去 再把手部呢 给平放下来 就完成了我们这一款 红色警戒的变形过程 在我过去呢 曾经录制了一集 最适合拿来推坑的变形金刚模具呢 这个的模具的话 可以是我排行榜的一个 Top 1啊 当然那是Size Swipe那个模具 红色警戒的话呢 完全使用了相同的一个 车辆的模具 附带这把枪的话 你可以握在手上 你也可以把它 当肩炮一样的扣在一个 身上 我们就把它给 用一个肩炮的形态 把它扣起来好了 不过它应该是要 这样子扣才对啊 把这个凸呢 给朝外侧 可能会比较方便 那肩炮也是 那个时代很多 机器人的一个 标准的一个配备 我先前的话呢 曾经拍过一集 应该是我的1200集吧 特别节目 我有讲了一下 最适合拿来推坑的 变形金刚玩具 当中的模具 当中排行的第一名 就是这个模具 当时是以SizeWiP 那个模具下去 做一个推荐的 由于这个是完全同模 所以一样是可以 给大家做一个 用力的推荐了 不过我还是会 比较推荐SizeWiP 那一款外形的 蓝宝建立跑车 感觉比较不会像这个 说是地球载具 又稍微有点胖 不是那么样的一个 舒服的一个车型外表 那我们就对比一下 先前围城的版本了 这一次整体来说 它就是比较亮 比较鲜艳 红色的部分也好 或者是白色的部分 或者是这个 筋部的部分 都是偏浅色的 再来大腿跟小臂 都变成了红色 胸口红色的范围缩小 头盔的部分呢 也变成了比较浅的红色 以及多了一个 肩炮的一个设定 那关机的紧实度的话呢 两者是完全一样的 并没有哪一个比较好 然后背后来看的话呢 我会觉得 可能围城会感觉 虽然分色比较少 但这款的分色感觉有点怪啊 似乎山寨的感觉 强了一点点 背后的这个警示灯 是可以拿下来当武器的啊 但是我个人认为 并没有特别 不要把它给拿下来 总体来说呢 这一次的模具 还是一样非常好玩了啊 那是多了一个 肩炮的一个bonus 那当然啊 我会买这个玩具的话呢 主要呢 是因为我感觉到说呢 它好像我之前 这个银皮力的 这个怪怪的潜力啊 莫名其妙呢 这个价格的话呢 就涨到了一个 非常奇怪的一个境界 那各位 你买或不买 就完全看你个人的偏好了啊 我可能还是收集的 欲望的大于 实际想要拥有 它的一个 一个需要就是了 那今天的话呢 就跟各位进行那边 非常期待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